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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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檢視原地的跳跳球 其實最簡單 先做一個板子放在地上 先做一個板子 點關掉 做球 等一下這塊板子 給我回到0,0 然後做顆球 就讓它貼在地表 讓它貼在地表 然後呢 我的動畫總長度我只要32 這是我給同學那個表格的文件的做法 32 frame 的概念 好 那再來呢 做Animation 這種簡單的第一個練習 其實 他們其實是從這個開始的 動畫要從這樣的概念開始 block 好 這一種動畫曲線 就是 這也是pause to pause 的概念 pause to pause 的概念 我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是 AutoKey打開 所以第16的時候 我要它到空中 所以 Y我們輸入到100好了 不是Y Z才對 120 球的中心在20 所以它要到120 好 那這個呢 叫做block 的做法 就是 只定義 只定義 它的 那個時間點要在哪裡 然後在最後一格又回來 所以它現在動畫會變這樣 好 就只有瞬間的 咚 咚 咚 好 只有瞬間的這個操作 那 然後呢 跳跳球的概念是 那 一半的時間的時候它在哪裡 好 那這個時候為了檢視方便 我們必須把 動畫軌跡開起來 在Display面板 Tarjectory打開來看 好 一般的地方你可能覺得 呃 你 你自己心裡可以看 定 懂 懂 懂 好 那自己去揣 揣摩就是 自己 你用右手去試 懂 懂 這個 跳的感覺 咦 8應該還在很上面 然後 所以24 也在這裡 那再看 好 就 減速 掉下來 減速 掉下來 減速 掉下來 好 然後 才再抓4 其實那個 呃 泡物線的那個運動 好 呃 如果你去自己畫一個表 畫綠表的話 好 好 所以 它的 泡物線是這樣吧 咚咚咚咚咚咚咚 那我們 這一格是不是在這裡可能 好 一半 到達這 然後到頂 好 到頂 因為彈起來很快 到頂 然後下來 所以 然後就4 這邊你也可以自己抓一下 我大概抓到 60 好了 還是75看看 不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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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這裡到75還是不對 應該是這個的 20 就這一段 這一段 有一點 減速的嫌疑 好 那 沒有關係 你先抓出來以後 就要看這裡了 Track View 它會形成一個這樣的軌跡 好 欸 看一下 我是不是有掃射 32 對 沒錯 東 好 下來 好 這是它現在的 Z軸 Z軸 下面的軌跡感 那 現在你要把它變回到 正常的軌跡的時候 你就按一下 回到這個形式 回到這個形式以後 它就會變成曲線 好 好 那我剛剛說沒有抓好位置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 的 時間走位置 應該 這個的高度應該還是不夠 高 還要再高一點點 然後還要再密集一點點 這條線 你就要看起來 是個泡物線 那Block那個概念 就是說 我先只抓Pose 重要關鍵點的樣子 讓它形成這個長相 那這條動畫曲線呢 我們可以用這個功能 水平縮放 我把它縮得直一點 那看起來比較像 泡物線的狀態下 再來調整 你就會清楚它 看出它的操作想法 只能上下移動 像這樣子 好 當然這樣就開始形成 那個 泡物線桿 那還有兩個沒有改的 就是這個 它的線型應該往上 這個線型也是往上 好 那這樣子你就會發現 這個的位置 這兩個的位置 還要再調整 拉不動 然後它的 這個張力棒的 Range 可能要再做一下 處理 關掉 先回到 全部都可以一起 好 那當然這個線還沒有修得很漂亮 但是律動 你現在看出來了 好 然後才開始加 這個是一件一件來的 縮放就可以開始加了 其實在最前面也可以先加 就是你在block的狀態 就我還在 我還在那個 Ding Ding 就是 這個 這一種線型的時候 我也可以一開始就先壓扁 然後接下來在空中的時候拉長 然後再慢慢恢復原狀 再回到球形 我們也可以這樣子的操作 因為那樣子操作的話 你也會比較容易去做 設定 那只是在這裡 所以 你應該有注意到一個 我們的Position Rotation 都是XYZ分開 只有Scale 是合在一起 那我會建議呢 也把它拆開 你在設定上會比較單純一點 那拆開方式 一個從這裡 Motion Scale 再Controller 一個呢 是從這邊 選到這一個 右鍵 再Controller 一樣啊 都會開 如果在這裡按 AzineController 也是開這個面板 就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開出來也是這個面板 這裡按右鍵 AzineController 指定控制器 也是開這個面板 那你就可以把它設成 Scale XYZ 分開了 好 這樣就分開了 那 所以如果你一旦分開了 我就可以單獨 每一軌跡 單獨為它設Key 好 呃 看一下 應該是第一個是 它應該只有一個 Z的Scale 好 那調的時候呢 呃 我們是使用最下面這個縮放工具 好 就是 會壓扁 它的體積不變 體積不變 好 那一旦你做了這個操作 其實它位置會跑掉 它位置其實會位移 好 那 現在設了一個 哇 它的Key 要找一下 View 把這個打開比較快 AnimationTrack 選取物件的Track 那這樣沒有資料的 就不會記錄 呃 等一下 應該要在 這裡 先按一次 Seq 嗯 欸 不對不對 我要用的這一種 不需要 呃 不需要 我用的這一種其實不需要設XYZ 好 其實不需要設XYZ 因為 呃 它是從扁的 變成長的 所以是三軸全部在變化 再變成 長一點點 然後回到原來的樣子 所以它不需要 呃 其實不需要做 欸 我Roki沒看 再來一次 就這個 這一個操作還不需要改這個方向 好 不過已經改了就 就留著 嗯 嗯 哇 我還是沒開啊 好 那我的線型這個呃 沒注意到 我的線型還在還在這個模式 好 還在這個模式 所以 才能夠改過來 好 但是我 我只調了半邊嘛 所以另外那半邊還沒調 過來 下來了 呃 下來一點點 拉長 其實下來應該不會拉長啦 但是 呃 呃 我們在做那個 視覺效果上面 我們會去做一下 這樣的東西 好 在視覺效果上 那我的Keyflame還沒改過來 所以它現在還是那個block的喔 這裡還是這個 好 那這樣子你就大概 因為我做了 好幾次這樣的操作 所以 這樣你應該看得出來 我在做的呃 操作想法就是這樣子 概念 那位置 最後再來調一下吧 Z軸的位置 呃 這整個再調低一點 垂直移動 因為水平是 時間軸 啊 垂直是它的 呃 就這個 它的Z的 位置 好 那它變成掉下去的 有點被 人工拉長 所以那個部分我拉得太長一點點 這個你可以再微調 好 就是這一段 這裡下來 太快的拉得這麼長 那就在這裡再補加Key 少一點點 少一點點 這就是好處就在於 為什麼用32 因為 我可以隨時補 中間張加進去 等一下 又忘了把這改回來 因為我已經進入到 不是block的時候 這個Key要拿掉 OK 還是有一點 調的 沒有順到 OK 沒關係 大概你可以看到那個 感覺就是 開始拉長 那我看一下它不順 是不順在哪一個 呃 沒關係 現在這個叫做 這種調法叫做足隔 這種叫做足隔 這種叫做足隔 就是 也不能算足隔 其實我現在還是post to post 我還是post to post 就是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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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post post 只是我沒有用copy paste 好 那 呃 如果是足隔的話我要這樣調 足隔的話我是這樣 就要這樣調 這一格 調這個動作 這一格調這個動作 就一路這樣調過去 不會先頭中尾這樣子切切切切切切 好 那 這邊應該是這一個的 尺寸 好 size的變化 那邊可以再調一下 它就 應該是在這一個 看一下 我感覺上是在 它下來的時候 然後 乾脆上來的時候稍微扁一點點 啊 不是 知道了 在這一個 就像是在那裡 的 那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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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